我还必须要强调指出 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 同美方以意识形态划线 拉帮接活 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 制造对抗和分裂 有着根本和质的不同 我们始终认为 乌克兰问题 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 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 都应当得到尊重 乌克兰形势急转直下后 王毅国委员兼外长 分别同俄美外长通电话 指出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 都应当得到尊重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应当得到维护 中国政府的立场是 我们认为制裁从来都不是 解决问题的根本有效途径 中方一贯反对 任何非法的单边制裁 中方一贯 或是在深入的中共和中共 是我们想做一个新的 multilateralism 因为他们明白 那些世界的建筑 所有的建筑 在世纪的国家 也在建筑 特别的建筑 是在美国的处理 和美国的处理 已经没有了 美国的处理 而中国的处理 说是什么意思 在美国的处理 如果挙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正有共产党的互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